哈嘍大家好 我是阿曲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那今天呢 也要是為大家帶來我們的怪物的歷史書啦 那既上是我們得到了True the End 那我們是否要回去就是那個 廁所的存檔對不對 因為有觀眾跟我講說 其實廁所是接下來就是 達成其他結局的條件 所以我們還是必須得回來 該死的優實是優實喬二郎 我已經知道你有多麼的討厭了 所以我現在在玩你 我怎麼樣都希望你死掉 好啦你真的沒有洗手的髒東西 你就是要在這裡 破解該死的廁所的機關 那最近觀眾有個跟我就是詢問說 納姆的重製版會不會再做實況這樣子 在這裡應該跟大家做個預告 就是應該是會的 因為我看到就是它其實 重製版的部分還蠻認真的去改版的 所以好像是變了還蠻多東西的 所以當初玩納姆這款遊戲 就是非常非常勒血 所以應該是可以再重玩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好啦就是這些都看過我們 看就是哪裡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如果真的還是這一次沒有辦法再過的話 我就要自己玩到好再回來了這樣子 那現在是半夜的三點鐘 三點鐘 那因為明天放假所以我們就可以 喔不對不對我在幹嘛 就是可以再多玩一點點 之後謝謝大家的支持啦 就是希望明天有時間可以 呃拍訂閱的回饋 可是我怕我明天還是沒有空 因為還是要就是像洗個衣服啊 還是有一些別的東西還要再做 對明天還要去銀行開戶 對新的工作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去做工作 就會發現就是每個公司 需要的銀行都不一樣 所以在不知不覺的途中 你好像就不知不覺開了很多戶對不對 超多戶頭的 嗯 可是如果是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 要20歲的時候才能自己做獨立作業喔 不然18歲以下都是啊 是要靠父母的切結同意書之類的 OK 馬桶似乎壞掉 所以這個是沒有 沒有不需要管它會不會進水這件事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就是快速的帶過這 OK 那 接下來的結局到底有幾個啊 天啊 這個開關是廁所的進水開關嗎 對 我們趕快打開來 所以當初說怪物的歷史書是 需要每天至少一根發現 連一個都沒有辦法 有時候還是太累了 對 所以 就這樣 覺得我現在因為太累 腦袋有點點無法思考啊 寫的字 開門的鑰匙藏在最左邊的便池裡 呃呵 感覺好髒的樣子 那我們先把鑰匙拿起來 是的 雖然不想碰 果然是只能拿起來嗎 拜託這把鑰匙應該可以打開門吧 希望我們可以出去 剛才是什麼聲音 我怎麼知道是什麼聲音 這個嗎 這一把 一切恢復原狀 算了 因為我們還沒有把那個開關弄 呃 呃 剛才是有點 Lag 欸 為什麼有點Lag 算了 最近的電腦好像有點秀走了 因為我最近 呃 大量的在拍實況 就我的那個電腦的 記憶體又越來越小了 所以我一直懶得做整理 雖然 大概我的整理只是把 這些實況的影片 再把它丟回去 那個 我買的那個什麼 呃 外接的 機 呃 那個外接的印 硬碟這樣子 1TB真的很好用啊 是不是 不行 夠不到 喔對 這個我們不需要拿喔 然後這個 這個要把水漏掉 我們已經看到沖水箭 啾 廁所裡一定沒有水囉 那我們第三個房間應該也沒有水了吧 OK 馬桶似乎壞掉了 OK 那應該沒有什麼 差別了 還有什麼東西嗎 好應該連就是 鬼的 抓著一下 內 OK 就是一樣的話 那我們這個 這個也要拉掉 都留走了 這應該看過吧 嗯 驚訝的是 OK 喔齁 好 這應該都是一樣的 喔好 那應該沒有什麼 額外的東西了吧 這種字也不能 插掉啊 哪個房間沒有警察 那我們也回覆到第一間進去 沒有人的狀態喔 那我們應該可以走了吧 看是這把鑰匙 沒錯 太好了 可以出去了 喔 終於出來了 終... 終於逃出來了 可惡 為什麼只是上個廁所 還得遭遇到這樣的事情啊 如何如何 要的很爽吧 痾...你這傢伙一開始就知道我會被關起來對吧 可惡 我果然不應該相信你的 你既然解決了尿液又完好無損出來 明明就沒有少快樂 卻要怪我 實在是有點說不過去吧 再說 我怎麼可能知道 小島原同學常在廁所裡面呢 雖然那段時間 他每天都在廁所吃午飯的 你打算炫耀你的80公斤呢 還是省省吧 嗯 是是 就照你所說的做 所以看那是小島原 欸 剛才這三本是虛言的嗎 呃...先存檔 不管怎麼說先存檔就對了 我已經 嗯...我已經 耗費力氣的出來了 為什麼我不能先存檔呢 為什麼我要像白痴一樣的 被你騙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應該是寶劍室 該不會我會在 寶劍室被人體模型追吧 天啊 好可憐 別擔心保鮮室不大 沒有什麼障礙物 也沒有什麼可以躲避的地方 從你這句話 我已經完全找不到 可以不用擔心 不擔心的東西了 總之 有什麼不對的話 就趕快跑就對了 看來你已經被調教得 相當的熟練了 不用調... 用調教這個詞 超級傲嬌了 先進去看看吧 OK 好多信 似乎是一封信 要認真看看嗎 是的 至 我最愛的孫女一喬 請原諒我的不辭而別 雖然我知道這一天遲早會到來 然而竟然在你五歲生日那天 我也始料未及 請原諒我的離開 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們一喬一主 必須背負於承擔的 之前是你的父母 現在輪到我 之後則交給你 作為能夠破壞 怪物的歷史書之人 我們的使命從一生出生 就已經變確定 再見了我的孫女 我們在黃泉路上相會 永遠愛你的主婦 一橋輪也 又是怪物的歷史書 喂 黑市的傢伙 都到現在了 可以告訴我怪物的歷史書 到底是什麼東西了吧 好喝 混蛋 這時候為什麼你反而沉默了 點點點點點點 馬上你就會遲到了 馬上馬上我受夠了啦 你給我 給我離開 你這傢伙 小燕應該還在監喜室吧 去監喜室另外側的走廊找我 我會告訴你一切的真相 OK 這裡 殺人犯 小燕 小燕 沒有 感覺窗簾有什麼東西 為了你著想 我不推薦你拉開窗簾 難得我和你一見一致 我已經看到了 而且為什麼還要站在他的正前方 看這個 急救紀錄 8月6號 本下二年急生 今天也是8月6號耶 本下二年急生 黑古人被發現在保健室上吊自殺 雖然進行了緊急的救助 不過因為發現時間過完 已經嚴重的缺氧了 最終 其在被送到醫院的土中死亡 而且大家沒有發現其實 太大了馬賽克 目前尚未發現黑古人留下遺書或類似的物品 警方還在繼續針對此事件進行調查 今天是幾號 今天是8月6號啊 怎麼了 沒事我只是在想 黑古人的屍體會不會還留在保健室 不過看起來沒有可能了吧 這都是四個月發生前的事故了 屍體如果還留在保健室 那也太不科學了吧 的確在你身後喔 你小見得沉默了啊 OK 不但走一個來防身呢 比如說這把指甲刀看起來就不錯 我覺得我需要拿一下啊 不然等一下他追著我跑怎麼辦 OK 都講一樣的話 喔這些 欸不對不對 他講什麼 怎樣 怎麼樣要不要在這裡睡一會 不要我肯定睡不著的 喔看不出來你還是個會認床的人 重點是這種可怕的地方誰要睡啊 誰要睡啊 你睡給我看啊 呃 吊起來 No 好啦那就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了吧 我想出去了 而且上面有蜘蛛網欸 用minecraft的事件我們用劍就可以把它打下來了 OK 那 那 天啊我剛買的耳機就有點 線路上的接觸不良 喔 我剛進來本來這裡都是血嗎 好啦這不是重點 我們要回去觀錫室了 觀錫室在哪裡 有點不太記得喔 OK這間嗎 阿喬 阿喬小心水池上了定值喔 所以我們還是要過去啊 嗯 仔細一看其實真的長一隻 髒 愚蠢的臉呢 OK 那我們就 要過去囉 好 他要告訴我這一切 這邊是你的世界嗎 是的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還是都一樣嗎 你不是要跟我講這一切了嗎 對了 不要和這裡的少女們對上眼睛喔 又來這套啊 不過你的世界未免太黑暗了吧 OK 那你要告訴我 話說回來這邊被筆直的闖進女生關係 是你真是大膽喔 可…可惡好有咒你喔 要告訴我 之前在美術館我把一個圖釘 抓進了一個怪物的身體裡 他們非常疼的樣子 你們怪物都怕圖釘嗎 因為我們的身體結構實際上和氣球有點類似 圖釘這種尖的東西對我們來說相當的致密 雖然只要我願意隨時都可能掐死你 想要用圖釘 抓我還是神聖吧 這 OK 你做什麼也會如實的反應到現實生活去 機會難得 我才不會做這種事 你真是嚇死我 嚇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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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還是都是講一樣的話了 噢 噢 噢 不對不對不對 為什麼 嗯 不對為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會突然出現了 喔 喔 我看到他啦 我在想說 我只是想要看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而已 好啦 那就是再來一次 他聽說在這個地方 不要殺掉太多的人 不然其實 呃 小的好感都會下降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的不要亂殺五波吧 打不開 所以一個都不殺是 有可能的嗎 OK 伸出自己的手 還是要殺一個欸 就是不然不能過去 要殺這一個 要殺誰啊 呃 就是你了 你們這些混蛋 你還不是做了這些討人厭的事 所以我做了什麼應該是情有可原的吧 哇 地上的一灘血 OK 我沒有亂殺五波喔 好 我只是 喔 不對不對 要這樣 之後 這裡 嗯 什麼東西山順藏 喔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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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 似乎被鎖住了 無法打開 那 過去 為什麼你會出現在這裡 你是誰 我們缺了一個 我們還是要殺一個人是不是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過 我們要殺他 這反應真是有趣啊 真的很變態你們 那再回去 為什麼可以把這種事情說了這麼正義盎然的 明明就是牙刷 喔對是牙刷 我都不記得喔 奇異日 6月1日 OK 應該都是一樣的東西吧 我們當初看過了 那再回去 啊 啊 我 我太大意了 好的 我回來了 就是 對我們要 記得不要 亂看他們 的長相 因為他們都非常 不希望人家看到他們 好 我們應該一樣 我決定 嗯 嗯 那一樣都是 這些可惡的 畫 感覺 變牛的鑰匙 嗯哼 所以我們這一次還是要到 呃 原本的那些路嗎 等一下喔 嘿嘿 不對 喔 我現在幹嘛 我果然累了 好沒關係 也要等一下回來 好的我回來了 沒有錯了 記上一個小段說我要回來了 就是其實已經是昨天了 那今天是休假的狀態 其實我發現完全沒有空可以入回饋啊 那我下次的休假已經是 呃 八月十九號了 對 那沒關係 我們就是盡量的每天一根先把 就是持續的下去吧 OK 那後面的地方是不是也一樣 欸 推開面前的門出現是眼前是一個 狹小的 充滿意義的房間 喔 不一樣的結局嗎 這裡是哪裡 OK 為什麼我們會到那個 禁閉室來 努力的話似乎可以看清上面的字 要認真看看嗎 是的 新穿高中期不可以吸 傳說 發洩室 OK 所以 我們還是到達發洩室了是不是 那我們可以存哪個檔 存 存 I don't know 存第四個好了 其實已經在亂存檔 好 OK OK 你們不要太 OK 你們不要太亢奮 你們這麼亢奮的話 我好像有點lag 欸 努力的話似乎可以看清上面的字 恩 OK 我覺得 就不用再看啦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的一周目的話 就不需要再看這些有的沒有的 現在講過 喔 OK 怪物 欸不對不對 發現是和 黑色的 懸念鬼手的 所以我們已經該GG了對不對 身旁的黑色 黑 黑手每通過一個房間 就離我近了一點 再往前一個房間 大概這些黑手 就要真的碰到我了吧 這種時候過來 是要原路返回吧 那 那 OK 喔 繼續往前走啊 欸 如果想知道一切的一切的話 就一定會硬著頭皮往前走 喔 你這個 啊 OK 我竟然lag到聽到我們的 優實喬二郎先生 是 是 好喔 這跟一周目有不一樣對不對 就是 呃 他沒有死 可是他會觸發其他的記憶對不對 喔 隨著身體不受控制的 落入背後的房間 我自裏破碎的記憶開始 逐漸變得明晰起來 彷彿潮水一般 有什麼東西震大量的灌輸到我的腦袋 大腦 同時 我的意識也開始 逐漸的回到那個夜晚 OK 你對著小做什麼事 給我們清清楚楚的交代 3月17號 那個外面下著大雨的夜晚 我因為忘了帶鑰匙而回到了學校 嗯沒有錯 我們知道 為什麼要特地回學校拿鑰匙呢 老實說 老實說 我也很想問一問那時候的我 如果已經知道了接下去會發生的種種 我絕對不會回到這該死的學校 但是很遺憾 我並不能 並不能遇見未來 所以 我並不知道我的人生已經跳到了新的章節 喔 這次跟所謂的就是 怪物的歷史書一周目的開頭 是一樣的部分耶 那是名為怪物的歷史書的 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個章節 喔 這 是我有點感冒喔 因為走得太匆忙 結果把鑰匙落在學校 雖然心裡有點發毛 不過還是回教室招招吧 喔哼 沒有錯 就是 當初一樣的場景 沒有辦法開燈 就是很冷 之後我們要回教室找他的鑰匙 之後我們就遇到了一橋 趕快找到鑰匙就回去囉 欸 剛剛 那是什麼聲音 是風聲嗎 喔 所以這是在回顧當初的 喔 所以我們當初 的那些聲響是 喔 所以其實我們遇到了所有的種種 RM通用的素材 大部分人缺想到的卻是魔女之家 因為魔女之家比較有名啊 她做得這麼的可怕 注意上下樓梯的安全時 注意上下樓梯時男生的視線 嗯哼 鏡子打神學皇 OK 這都是一樣的東西耶 哇 好棒 我們以黑黑黑暗的場景之後 我們來 來來體驗我們當初一周目的感覺 那 那我的存檔點呢 所以我們還是要回去拿教室的鑰匙 有鬼影耶 走完空無一人 許夜的早安也不願意來到校舍 據說晚上真的會鬧鬼 不過應該是騙人的吧 我們的教室 是走廊鏡頭的那一間 沒有錯 現在就是回顧 我們一周目的一開始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看過的話 還是有看過 阿神玩過的話 還是別的實況主玩過的話 都是不一樣 就是 都應該會清楚這個長節的部分 嗯 剛才似乎傳來什麼聲音 一定是錯覺吧 感覺 趕快找到鑰匙 然後就回去囉 OK 空無一人的教室 喔這個 這個CG圖是不是也變得很棒了起來 對不對 應該說如果還有其他人在的話 我會很困擾的 總之 趕快找到鑰匙就回家吧 我的座位在倒數第二排靠窗的那邊 都一模一樣 那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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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呀 找到喔 果然是忘了在學校的啦 得到家門的鑰匙 走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回家 小到底在做什麼呢 既然都回 都已經找到鑰匙了 就這樣回家吧 我們回家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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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OK 誰在笑 剛才樓上是不是傳來什麼聲音 稍微有點在意啊 上樓看看吧 笑 發生了什麼呢 有人嗎 哈囉有人嗎 沒有人 所以當初看到的那個黑影就都是 就是小的部分對不對 呀 沒錯 我全部都回憶起來喔 不是學姐 不是學妹 一巧小和我是同級生 那個晚上 為了拿旺 為了拿旺 帶的鑰匙 我在一晚的一個人回到了學校 彷彿命運的捉弄班 那一天的我 恰巧目擊到的是 OK 哪裡 你看到什麼真相嗎 像 走馬 不對不對 像人生的跑馬 跑馬 那一般的 這個是 那一天的我 恰巧目擊到一巧小的自殺 所以根本不是 阿 呃 不是優實喬阿狼先生推的啊 可是是你們的關係啊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為什麼小孩活著 為什麼我會都回憶不起來 因為你在怪異物的歷史書裡面啊 呀 你這傢伙真是煩死了 這些問題的答案 那你就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尋找出來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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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個幼稚園跑出來的小鬼嗎 你 你到底是誰 我就是你喔 我就是以你的記憶為基礎 建構出來的這個 名為怪物的歷史書 事件的 世界中的一枚小小的齒輪喲 噢 噢 真相越來越清晰了呢 呀 看來沒有什麼時間了呢 接下去 你得靠自己來努力囉 等等 我們不是約好 你要告訴我一切的事情嗎 嗯 你果然只是個幼稚園的小鬼啊 我是憑藉你的記憶創造出來的 當你取為自己的記憶的時候 我當然就會 噢 消失嗎 要代替我把小救回 呃 救出來啊 嗯 我一定會把小救出來的 誒 不是殺了他嗎 所以如果就是 呃 呃 優實巧二郎的本體是壞的 那他的 嗯 用怪物的歷史書 建構出來的人格 也就是會是壞的 所以我們得到 True End 嗯 Happy Ending 嗯 就是聽說是 Perfect的Ending 就是應該就是要朝 善的一面發展對不對 這裡是哪裡 黑色的家夥已經消失了嗎 所以 噢 還是一樣的道路對不對 唉 OK 呃 你擁有將虛偽的決心 通通踩碎的勇氣 我便將您開啟前進的道路 是的 就是當初的 我們又要再一次的 上去了對不對 第一頁就不用看啦 這些都是一模一樣的 OK OK 那我們就 呃 快速的帶過這了 OK 你的決心我認可喔 好 門鎖打開喔 我的決心什麼的 這個房間 到底會是什麼房間呢 不要再是一樣的東西呀 我不太想 哦還是一模一樣嗎 來玩吧 我不太想跟你們玩啊 要做什麼呢 先寫紀錄 似乎是份事故報告要認真看看嗎 一樣是一樣的東西吧 OK就是一橋橋的自殺 欸不對 會不會是後面的字會不一樣 那我們看一下喔 我跳太快了是不是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就是 我們的喬二郎先生說了什麼 撥打電話的人是我嗎 關於小跳樓自殺前的那段記憶 感覺還是有點模糊 為什麼我要打匿名的電話 向急救中心報告呢 之後我為什麼沒有站出來 承認自己募集的小的自殺 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這個是那個就不用卡喔 搜是什麼調查報告的樣子 嗯 一樣 第二頁 那 OK 怎麼搞我一條小事殺喔 所以這些都是一模一樣的回憶對不對 對 OK 閉嘴 忠誠 當初明明就是你玩最歡的那個吧 呀我還不想死 謝謝 對了我沒有承認自己募集小的自殺是因為霸凌比賽 我是學生會的會長 同時也是霸凌活動的參與者之一 那段時間我還因為霸凌而被發現而遭到停學的處分 因為害怕被發現小的跳樓和霸凌有關 所以我只把這件事告訴了學生會的其他人 可惡 那時候我的我到底有多差勁 為什麼我會加霸凌啊 你這個變態的傢伙 攪到我 快點攪到我 喔喔 完錯了 OK 這裡 下一局來玩下一局吧 叮叮 再來還有更難的喔 就放水吧 了不起 實在太了不起了 我知道不要這樣稱讚我會不好意思 辦得到啊 喔喔喔喔喔喔 我忘記那個該死的手了 下個房間還有更有趣的遊戲喔 我覺得 喔好啦先要看一下他的 就是回憶對不對 因為他後面的獨白跟 就是不太一樣喔 OK 對啊我參加霸凌的旅遊 不就是因為壓力嗎 把自己的壓力轉嫁到別人身上這種事情 可惡 我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啊 我怎麼知道呢 這個 這個開玩笑 是不是可以拉動的樣子 拉拉看 應該不會很 快來吧 我在下一個房間等你喔 當然是什麼聲音 所以這次沒有到這麼變態 就是還會偷改 就是 其他的設定 所以我們可以很順遂的 過了前面的兩關 之後我的第三關就會卡關 大家為了緩解你們的學習壓力 這是學生會特別錄製的印象喔 之後 對沒有錯 那就 快速喔 我不相信按太快了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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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要 完整的呈現給大家 我不應該按太快對不對 OKOK Sorry大家 夠了 我已經 不想再回憶起來了 有點難耶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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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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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 應該可以喔 喔 欸不對不對 啊不行喔 好像差那麼一點點對不對 這樣子 其實沒有很難嘛 那我當初為什麼這麼卡關呢 一定是我沒有睡飽的原因 似乎傳來的開門打開的聲音 好啦 秒打我錯了 這沒有很難啊 奇怪我怎麼當初卡關卡這麼久呢 好吧 事故報告 這個報告要讀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繼續 有其他的東西 就是接下來這樣子 我們破一關除一關好了 這樣比較保險 OK OK 就是一模一樣的這些幼稚的 喔唷 作為比賽的道具 受到霸凌的學生 是和我同一年級的一橋小 這是一場在學校 學校學生面前公然進行 的霸凌活動 同時也是一場 學校學生都默許的霸凌活動 對啊你們真的是太壞了 就好 喔喔 喔喔 還不夠還不夠 那沒關係再來一次 OK 就會走過去囉 真厲害呢 不過我的房間你能突破嗎 當然人我都已經突破過 阿喬謝謝你還有再見 可是當 可是當初玩的結局的時候 不覺得他們兩個的關係很差 這張紙條是 有點忘記是多少了 沒關係 紅藍黃綠藍 紅藍黃綠藍 所以是 43 99 53 4 而且這個 最尾速的時候他會對自己偷跳耶 不知道為什麼 會讓你覺得他會很貼心的 就是幫你弄好 就是騙你的這一切 OK 下一個房間便是最終的房間囉 最終的房間 大家都死了呢 又一次 只剩下我一個人囉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要問你啊 為什麼要交受這樣的對待 我已經不是學生會長 取而代之我多了一個外號 我知道 怪物的帝王 真的是很 很糟糕的一件事 跟一個很糟糕的 名字 人群發生了許多奇奇奇的事件 學生會的另外六個人成員 相繼以詭異的方式死亡了 最後只有我活下來了呢 為什麼只有我活下來了呢 為什麼其他人會死 不是你殺掉了嗎 距離完全想起那段回憶 還是差了一點碎片 嗯 OK 我覺得回去存個檔好了 就再把這個看一下 OK 再來 再來 再看一次 好喔 走太快了 再看一次對不對 好喔 就是 這麼簡單的地方 再不好好的過去 會被人家罵的 OK 這裡 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報告書了 嗯 桌上的這份報告是 是最後的一頁 初中復展的回憶 像橋水一樣的流入腦中 OK 一樣是 一樣的 記憶 之後再回來了 這裡是哪裡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答案就在我的眼前 我們再次迎來不一樣的結局了吧 關於夜晚進入學校的三本愛子的詢問 OK 那麼我就直接進入正題了 請問小導員 請問小導員 是 那這一次你到底想要就是問什麼呢 你上次就已經講說 要讓就是想要進來之後把小殺掉 那你這一次的回答是什麼呢 優勢君 OK 即使是最基本的外貌信息也好 那名少女有一名合色的頭髮 果然是 OK 好像沒有什麼變化 有一名我想要守護的人 不一樣喔 為什麼要守護 為了對她作為霸凌道具贖罪 原何去守護 為了自己在那個夜晚 沒能抓住她的手的無聊至尊 平和來守護 喔所以就是沒想要去就是 房間就崩壞去嗎 喔這個 這個場景也做得太好了吧 憑藉自己有限的生命 以及怪物的歷史說 你的決心我已經確確實實的收到了 抓住我的手 我將帶你前往你必須要去的地方 哇喔 上面的人露出了哀傷的表情 欸欸 你真的很奇怪 上次怪物的第一網 你就笑得那麼開心 鏡子中的自己伸出了手 要拉住伸出的手嗎 是的夥伴 突然間突然很有熱血的感覺 就跟上一集 上一集的感覺完完全全的不同 可以存檔了欸 我們 要做什麼 存一下檔啊 OK我們就上樓囉 我們今天現在應該可以抓住小的手了吧 現在的我能夠做些什麼呢 在天台的門前我稍微猶豫了一會 我想要把小救出來 我想要帶著小一起離開怪物的歷史書 但是這種事情真的能做到嗎 不僅是我的記憶 小還有其他不認識他的人的記憶中 根據三本埃子的筆記 怪物的歷史書中的世界 總共有七個怪物 作為世界的管理人 然而不論如何輪迴 在這個世界中 我只見到了六名怪物 答案已經很明顯了 小就是怪物的歷史書 的第七個怪物 對於這樣的小 真的有辦法拯救嗎 呀 我已經不想再思考這些 亂七八糟的事情了 我想做的事情 始終只有一件 開天台的門 我所見到的已經是半個身體 探出天台的小 小悟 你不要 為了拉住 最下的小悟 將手臂努力的向前伸展 奔跑的雙挺 無視墜落的恐懼 手指的距離順序的接近 指間發生了清楚交錯 最終 我拉到了 我握住了那個晚上 沒有能握住小的手 小 你沒事吧 而且為什麼你的手是黑的 放開我 天台相當的冷 再這樣下去會感冒的 我們回下舍吧 放開我 馬上就把你拉上來 快點放開我 你在哭耶 在拉著我的話 不會一起掉下去的 耳邊傳來討厭的雜音 對欄杆非常的老久 所以快壞掉了 那是年久失修的護欄 因為承受不住人的體重 而逐漸開始崩塌的聲音 小說的沒錯 如果繼續保持這個動作 不僅是他 連我也會一起掉下去的 所以 我一定要把你拉上來的 所以我用 用定 口調的方式 喊出自己的決心 為什麼 要救我 阿小你已經全部回憶起來了吧 現實中的我 早一待一年前 就已經從天台上跳下去了 現在的我 只不過是怪物的歷史書 創造出來的虛項 只是一個有你的記憶控制的木偶 才不是木偶 會安慰我 和我開玩笑的 會生氣的 會開心的 這樣的你才不是木偶 我並不是由 我的記憶創造出來的虛項 你是為了封印怪物的歷史書 而自願成為 七個管理 七個怪物管理人之一 對吧 伴隨我的話語 忽然進一步開始斷練 看起來已經沒有辦法再撐下去了 正因為如此 我必須全部都說出來 那晚沒有能說出來的話 那天沒有能做到的事 那天沒有能傳到的心意 我 我是一橋神社的巫女 是能夠封印怪物的歷史書的人 為了封印了怪物的歷史書而獻出了生命 這是我的宿命 我想要把這種不合理的宿命給打破 犧牲 自殺 開什麼玩笑 為了明 為什麼明明是女子高中生 卻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同樣是由於血有肉的普通人 卻必須承擔這種責任 連我自己都知道自己的話相當的任性 連我自己都知道我沒有辦法整袖小 然而我還是要說出來 至少在我的記憶創造了虛空的假 呃...虛假的空間裡 或者回去吧 小 因為... 因為... 我愛你 因為我喜歡你啊 大好 好 好 呀 說出來了 這個晚上沒有能做出這樣的告白 霸凌什麼的 才不是什麼這樣 才不是怎樣 怎麼樣都好呢 為什麼大家要對這種事這麼熱衷呢 有問題的是大家還是我自己呢 哦... 阿喬 你只要遵照大家的意思來扮演你的學生會堂就好哦 畢竟我們就是為了這件事才把你選為回方會長的啊 還是說你想要再一次成為被霸凌的對象 蛤 所以我們當初 的... 阿喬 也被霸凌過 我的告白再小看起來一定很幼稚可笑吧 畢竟這個告白是來自懦弱的我啊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從小... 眼裡會流出那麼多的淚水呢 終於到了極限了 終於到了極限了 明明我想要看到的是你的笑容 我... 我有點哽咽 對不起 因為我沒有辦法和你一起回去 好可愛哦 下流的感覺消失了 彷彿有一股氣流支撐著我的體重 使我漂浮在半空中 整棟校舍開始發出淡淡的白光 小的身邊也開始閃爍的淡淡的光芒 伴隨著逐漸變得耀眼的光芒 四處飄散的負面情緒 向小的周圍聚集了過去 然後... 所謂光點向著天空飛去 哦... 古蘭 最後的最後 整個運電你實在太好了 所以這一切 這一切其實... 呃... 小有自覺他自願成為霸凌的對象 之後他以這一次的事件 作為一個契機自己... 自殺 可是他只是... 要完成他的宿命這樣嗎? 下一次 也希望... 你能夠喜歡我... 蛤...我這... 不... 哦...天啊 所以上一集怪物的... 呃... 怪物的帝王這個... 結局該不會是... 哦... 是因為就是其實... 所謂的記憶沒有完全的想起來 之後... 他只有想到霸凌的那個希格的自己 所以才會走向那樣的... 就是... 那麼討厭的章節嗎? 哦... 有點哽咽了... 隨著記憶的恢復 怪物的歷史中的世界... 逐漸變得殘破不堪 醒來的時候... 我正躺在校舍的門口 大概... 通過那場... 敞開的大門... 我就可以... 離開怪物的歷史書的世界了吧 哦... 還有什麼忘記的事情嗎? 呀... 對了... 黑色的傢伙... 我遵照你最開始的願望... 把怪物的歷史書破壞掉囉... 雖然最後我們... 沒能夠把小救出來... 不過我看到小的笑容... 所以我們扯平囉... 對著空無依人的笑獸... 我用自己所能... 發出最大的音量自言自語... 我不是英雄... 我不是主角... 不是超能力者... 我什麼力量都沒有... 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高中生而已... 自己招到霸凌的一個人... 偷偷躲在牆角... 抹眼淚... 希望那人招到霸凌時... 沒有膽量出面制止... 無法將小帶出怪物的歷史書... 這一點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一次次一次次的在怪物的歷史中... 輪迴我想做的... 不過是向他告別而已... 那個晚上... 我在... 秀社的天才目擊了小的跳樓自殺... 然而... 那時的我連阻止他的勇氣都沒有... 最後也只能用... 站斗的手指給急救... 才打了一通急救電話... 想要和他告白... 即使招到拒絕也沒有關係... 想要和他告別... 因為沒能... 能... 能在他生命的最後站出來... 站出身來... 明明是這樣的我... 卻... 他卻對我露出了笑容... 那是... 含著淚水... 炫爛玉氣... 的笑容... 那是... 無比溫柔... 無比純粹的笑容... 那是... 能夠將我犯下的罪念... 全部救贖的笑容... 到頭來... 被拯救的並不是小... 凡是我啊... 進入怪物的歷史書的方法嗎? 外加還有... 封印怪物歷史書的方法... 等到明天早上去市立圖書館... 找找看有沒有... 關於這些知識的書吧... 我不是英雄... 不是主角... 不是超能力者... 我什麼力量都沒有... 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高中生而已... 但是... 我已經決定了... 我會代替小... 成為封印怪物歷史書的人... 小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下的東西... 有... 就由我來繼續的守護... 這是我的贖罪... 同時也是我的告白... 其實... 舊的負面情緒都已經被小... 所洗淨... 新的負面情緒仍然會繼續的聚集... 所以... 我決定了... 我會代替你... 一直守護下去... 這個... GOOD AND... 告別告白... 可是... 這樣就是... 小的好感度還不夠高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那個... 嗯... perfect的... AND... 還沒有拿到耶... 要查看提示嗎... 嗯... 恭喜... GOOD AND達成您辛苦了... 這樣的劇情... 真的是GOOD AND嗎... 怎麼說小都得活下來吧... 當然啦... 這個其實這個問題... 我也考慮過... 不過... 劇情對不上號... 所以就放棄了... 讓小活下來... 耶嘿... 對不起... 我錯了... 請不要打我... 我一定要打你... 在GOOD AND之上... 有更好的完美結局... 嗯... 進入的條件... 當然就是... 多增加小的好感度啊... 如果你願意的話... 請一定要嘗試... 那一下... 那個... perfect... END喔... OK... 當然要啊... 怎麼可以不要呢... OK... 天啊... GOOD AND... 就已經... 我哽咽成這樣... 我已經... 嗯... 好啦... 就是... 就已經這樣了... 那... 該不會就是... Perfect AND... 就是讓我大哭吧... 好啦... 那我覺得我們這一集... 就是... 至少把... 呃... 優實喬二郎先生... 對... 我已經很想要... 叫他的全名了... 就是我們的阿喬就是... 呃... 形象就回來了... 至少沒有那麼討厭他喔...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一樣朝著其他的結局... 繼續漫進... 那我們一樣... 如果希望我的影片的話... 都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有任何意見的話... 都可以在下方的評論版留言給我... 或再做改進喔...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一樣... 下一集... 再見了... See you next time...